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黄明鸡 黄明鸡就是蒸鸡把它端成块 这个鸡不能选用很老的 一般的就是一年多的鸡就行 很老的鸡不好 这个菜是以糖色去色 而不是以酱油去色 它就焯烫肥酱 黄明鸡的特点 一个就是做是吃它这个味道 它这个味道就是说 一个是它香 酱香 这个黄明鸡鸡必须得酱香 再加上这个小指的时间 这个鸡鸡的时间得少透了 这个原料里边也大被制度上会发出来 吃起来一会儿呢 稍微得有一点点甜度 你得全吃不出来都甜的很香 基本没有什么配料 这个东西就稍微的放点水片就行的 下面我们开始仰制这个鸡块 加入料酒少许 酱油 把它抓匀 料酒的意思呢是去腥 酱油 是一会儿我们过油炸制的时候 让它上色 再就是初步的稍微入一点底味 酱油有大约5克 我们鸡先把这个鸡块 拖下油 油分就成 这道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炒糖同时杯酱 同样我们煮菜里同样炒糖杯酱的菜 有好多种 但它的之间的头料的方法 火候不一样 变化不一样 出来的菜 你吃到口味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糖的和酱的比例都一样 黄梅是酱多糖少 糖酱是糖多酱少 你从这个名词里就能听得出来 把这个鸡呢炸至颜色金黄 捞出 这样就可以了 把油倒出 把油倒出 锅留底油 烧热 加入冰糖 炒到这个颜色炒到起泡 起大泡 冰糖 香油 甜酱 好 加入葱 加入葱 烧热料酒 加入鸡 再煸 加入热水 开锅打一下河沫 小小火 把它炖熟 这个黄梅鸡它的特点 就是炒糖的同时 飞酱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不是爽 我们的掌握什么不重要 这就是黄梅鸡的主导之种 加盐 最后再收汁 你看现在这个鸡的 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收得比较浓熟了 加入笋片 花椒油 装盘 这道这个黄梅鸡做成了 这个黄梅鸡传统的做法就是炒鸡肥酱 这是在炒菜当中是一个绝肌的地方 这个菜做出来以后 这个鸡肉是香 咸 酱都是聚全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传统做法的黄梅鸡 学做卤菜 会吃卤菜 我是李建国 我是李老师的徒弟王旭 谢谢大家 关注卤菜 再见